Hello,大家好,GChannel 先報一報數 微辣YoutubeChannel的粉絲數跌到68萬3 IG就去到51萬 這兩天的跌幅速度好像慢了 微辣事件發酵了這麼多天 除了出了一篇聲明之後 之後老闆都沒有出來講回應的事情 個個潛水 網傳有照片顯示 應該是微辣公司 人去留空 全都沒有人上班 網傳家中和兒子走到台灣 在西門町被網友看見手拖手 不知是否真的 阿貞在上月25日離世轟動全網絡 時隔接近2個星期 一名兒子自稱是阿貞媽媽的網民 在抖音發文帳號是唐水譜 子女行間懷疑有意為阿貞報仇 令網民大為擔心 這個叫唐水譜的抖音用戶 上載了多幅阿貞的童年照 並表示媽媽以後再看不到你的笑容 只有回憶 而當中有不少照片 都是阿貞未曾經公開過 因此不少網民都覺得 極有可能是阿貞媽媽本人 前兩日他又連環發文暗指想為阿貞報仇 甚至表示自己買了很多紅色內衣褲 可能暗示做鬼都不會放過傷害阿貞的人 正你畢業時未入獨立公司做 你美麗動人 給條爛狗蔥 應該是指家蔥 害多你有抑鬱症 從此改變你的人生 他說我已經買了很多紅色內衣褲 要為你報仇 這位懷疑是阿貞媽媽的網民 亦留言大爆 自己三年前為斷了腳的家蔥煲湯時 已經覺得對方沒有禮貌 亦對他靈好感 之後更知道女兒為了他 過胎更感到氣憤 說太單純 以為人渣蔥真的愛他 還逼你下兒子 又不陪他去醫院 說不要小生命 當時我和先生都覺得很生氣 網民很擔心 有不少網民擔心 懷疑阿貞媽媽發文之後 可能會做傻事 於是在社交網站發起 在抖音留言安慰對方 事後有網民發文報平安 表示找到人 現在人是沒事的 阿貞媽千萬別做傻事 其實現在很多網友為你出緊頭 看到有網友走去打小癮 打誰 打家蔥 打得特別大力 打六毫子 好,這集看到了 記得訂閱、online和save出現 我們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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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見 下集見